大师兄在追了那么多选秀节目之后 得出来一个规律啊 在节目中排名正式发表之前 只要看一看粉丝们的出道口号 就能大概知道 这个选手他的人气实力在什么地方了 比如说以这次的青春有你为例 大师兄统计了一下 大概叫着要出道的 有差不多十几个人吧 最后能走到今天 这个总决赛舞台上的 其实都是想要出道的 毕竟就离成团出道 最后一点点距离了 出手可及的东西 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 最后是谁能成团出道 可能要看的并不光光 是粉丝的财力 第一名好像在这一次 跟上一次蔡徐坤一样 简直就是毫无悬念 板上钉钉的是李问汉 这位同学在粉丝之间流传的说法 已经不仅仅是出道 或者是高位出道了 而是铁板钉钉 铁板烧一样铁的 肯定是冠军了 粉丝们都说 他一定要断层 意思就是 一定要比第二名的人气 高出很多的情况下 夺得这次的冠军 大师兄不由的 就想起了去年 偶像练习生的蔡徐坤 也是第一名 毫无悬念的 获得冠军 今天9% 其他人被抓回大厂 在原来的舞台上 表演一周年 他一个人 在美国做公演 时间感不及 但希望 会有VTR吧 毕竟缺了谁 NPC都不是完整的 第二名争夺的 比较激烈 陈又为在整体实力上 是第二名的 最有力争夺者 但是讲道理 管动其实粉丝的实力 也很厉害的 人数和财力上 一点都不输 陈又为多少 还有一个是嘉义 虽然第二名 可能稍微有点悬 需要很大的运气 和其他选手的失误 但是小甜心 还是有这个实力的 另一个稳了稳了的前 是杨阳我们胡春阳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能够出道的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 说不定能够前三出道 也说不定 剩下的四个出道名额 竞争相当激烈了 姚明明 肯定会拥有姓名 毕竟常选之子 那就是 还剩了三个名额 大师兄个人 比较看好李振宁 施展和夏汉宇 这三个人进圈 姚池王哲连怀伟 和陈思健这四个人 也是很有可能的 不到最后 谁都不会知道 最后一个成团出道名单 到底属于哪一个幸运儿 还有一个邓超元 大师兄觉得 他出道的几率 也很大 毕竟是南海里现阶段 实力最强的rapper 按照偶像团体 不能没有rapper的定律 应该也是会进的吧 不知道今天 同一时间开播的 创二 创造营 创造营 是不是最后 也能按照这样的规律 来预测呢 从选秀开始 就针锋相对的 两个节目两个团 到底谁会人气 更高一点呢 大师兄在追了那么多选秀节目之后 得出来一个规律啊 在节目中排名 正式发表之前 只要看一看粉丝们的出道口号 就能大概知道 这个选手他的人气实力 在什么地方了 比如说以这次的青春有你为例 大师兄统计了一下 大概叫着要出道的 有差不多十几个人吧 最后能走到今天 这个总决赛舞台上的 其实都是 想要出道的 毕竟就离成团出道 最后一点点距离了 出手可及的东西 谁都不会觉得 自己没这个能力 最后是谁 能成团出道 可能要看的并不光光 是粉丝的财力 第一名好像在这一次 跟上一次蔡徐坤一样 简直就是 毫无悬念 板上钉钉的 是李问汉 这位同学 在粉丝之间流传的说法 已经不仅仅是出道 或者是高位出道了 而是铁板钉钉 铁板烧一样铁的 肯定是冠军了 粉丝们都说 他一定要断层 意思就是 一定要比第二名的人气 高出很多的情况下 夺得这次的冠军 大师兄不由的 就想起了去年 偶像练习生的蔡徐坤 也是第一名 毫无悬念的 获得冠军 今天9% 其他人被抓回大厂 在原来的舞台上 表演一周年 他一个人 在美国做公演 时间赶不及 但希望 会有VTR吧 毕竟缺了谁 NPC都不是完整的 第二名争夺的 比较激烈 陈又为在整体实力上 是第二名的最有力争夺者 但是讲道理 管动其实粉丝的实力 也很厉害的 人数和财力上 一点都不输 陈又为多少 还有一个是嘉义 虽然第二名 可能稍微有点悬 需要很大的运气 和其他选手的失误 但是小甜心 还是有这个实力的 另一个稳了稳了的前往 是杨阳我们胡春阳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能够出道的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 说不定能够前三出道 也说不定 剩下的四个出道名额 竞争相当激烈了 姚明明 肯定会拥有姓名 毕竟常选之子 那就是 还剩了三个名额 大师兄个人 比较看好李振宁 施展和夏汉宇 这三个人进圈 姚池王哲连怀伟 和陈思健这四个人 也是很有可能的 不到最后 谁都不会知道 最后一个成团出道名单 到底属于哪一个幸运儿 还有一个邓超元 大师兄觉得 他出道的几率 也很大 毕竟是南海里现阶段 实力最强的rapper 按照偶像团体 不能没有rapper的定律 应该也是会进的吧 不知道今天 同一时间开播的 创二 创造营 创造营 是不是最后 也能按照这样的规律 来预测呢 从选秀开始 就针锋相对的 两个节目两个团 到底谁会人气 更高一点呢 就针锋相对的